清晨一只巨龙睁开眼 他穿过云层 展开翅膀 飞向了人类的世界 粉头发的射出从床上爬起 准备迎接新一天的工作日 没想到打开大门 迎面就是一张巨大的龙嘴 锋利的牙齿和吐息 将射出的大脑震了个清醒 下一秒 巨龙变成了金发女仆 出现在射出眼前 射出愣了三秒 得出结论 他在做梦 出于社会人的潜意识 射出让龙女仆进了门 简单介绍一下 龙女仆大名托尔 如你我所见 他是一条佐拉拱 而粉发射出叫小林 托尔告诉小林 自己会出现在这里 是因为小林 昨天主动邀请他入住家中 小林还纳闷呢 梦怎么还不醒 难不成是现实 托尔表示 他们在山上有过一面之缘 小林脑海中出现了那么点片段 喝醉酒后的他 跌跌撞撞上山 见到一只背上插着剑的巨龙 替巨龙拔剑之后 两人畅谈到深夜 最后小林问对方 你要来我家吗 有几分像唐僧替孙悟空 揭开物质山封印的感觉 小林没想到 酒后胡言烂语 还有这一效果 可目前他并没有任何 要雇佣女仆的想法 托尔大惊 表示自己不需要报仇 而且不是他自夸 他真的超有用 不管是诅咒还是暗杀 都能轻松拿捏 小林问托尔 为什么是女仆 托尔却反问他 不是最喜欢女仆了吗 小林哑口无言 但他还是没法答应托尔留下来 托尔被拒绝后 没有为难小林 只是失落的离开 小林的良心不安了 毕竟当时邀请托尔来的是他自己 这一瞬间 小林想了很多 如果托尔是真实存在的话 那就代表他要迟到了 小林一把拽住托尔 问他会不会飞 托尔激动着载着小林飞向公司 小林琢磨了一下 也不是不能顾 刚说完就闪到了社畜的老妖 当晚托尔正式入住小林家 小林决定给托尔上一堂女仆素养课 不是街边的女仆咖啡厅 小林偏爱的是传统女仆 那种女婆分四种 第一是擅长扫除的家庭女婆 托尔张嘴吐息将家里一扫而空 小林大惊 这种扫除不要啊 托尔只好将家具用魔法复原 第二是擅长洗衣服的洗衣女婆 托尔表示 自己能分泌出溶解污垢的口水 不过这衣服洗出来也没人敢穿呢 第三是擅长接待客人的客厅女婆 托尔对卑劣的下等人类不屑对话 当然小林是特殊的 他最喜欢小林了 第四是擅长料理食材的厨房女婆 托尔二话不说 顿了自己的尾巴 甭管生理和心理上 小林都接受不了 托尔只好吃掉自己的尾巴再生 小林头疼 因为托尔对女婆真的一点都不了解 托尔表示自己能学 他为了小林有没有讨厌的菜 托尔也表示 自己不喜欢没有蛋黄的蛋 他有个朋友就是被这种青蛋打死的 至于喜欢的东西 一般龙族都不问 因为有些龙是被利用了喜好杀死的 当然小林要是愿意问托尔 他自然不会隐瞒 托尔见帮不上忙 就让小林明天骑自己上班 为了可怜的腰考虑 小林婉拒了请求 并表示 厉害的龙是用来看家的 托尔说 自己也不算太强 但毁灭个世界还是OK的 小林怕他没自信 表示 最近世道不太平 有托尔看家的话 他能安心许多 托尔立刻拍着胸脯表示 包在他身上 小林点点头 交换他使用电话 转身上班去了 养一头龙看家是怎样的体验 托尔第一次看家 决定向好友法夫纳询问看家基础 对方开口就是一句 杀掉 诅咒 毁灭 托尔挂当电话 觉得很有参考价值 此时有两位勇士 趁着小林不在家 撬开了房门 结果开门就撞见了一只巨龙 湿热的吐息 传到俩人脸上 他们发出撕心裂肺的残叫声 当晚小林下班 就见街上有俩人找警察自首 嚷嚷着要去M78幸运 找他们来打怪兽 小林回家才知道事情的真相 不久后 小林的同事龙古珍 邀请他去喝一杯 这位清秀的池面 可是将小林当做了好兄弟 俩人下楼 小林才发现 托尔居然在等他 三人走在一起 托尔卡在中间 绝对不让龙古靠近小林一步 看起来颇有几分来捉肩的感觉 托尔本想在龙古面前 展示自己跟小林的关系 没想到俩人聊的话题 全是工作上的烦恼 托尔一个头两个大 龙古见他头晕 便赶紧道歉 然而龙就算是死了 身体软了 嘴还是硬的 托尔准备 直接将龙古给嘎了 这时小林喝醉酒 正式进入女仆控状态 他揪着托尔的衣领哀嚎 女仆要专业呀 头发好好扎起来 也不可以用那样的态度说话 托尔现在的女仆 最多是外行人的cosplay罢了 龙古也进入了状态 一瞬间从池面化身阿宅 于是托尔发现 自己更加进入不了话题 最后小林喝到烂醉 龙古跟托尔道歉 毕竟他是一个隐藏阿宅 只有和小林这个好兄弟 才聊得起来 托尔决定变成龙恐吓龙古 龙古确实被吓了一跳 不过得知托尔是真心喜欢小林后 他便没有多问 只是目送托尔带着小林离开 第二天九行的小林 制止了托尔对自己的衣服舔来舔去 托尔点头 懂了 他下次直接舔小林 小林人麻了 只能让托尔不准对着自己的衣服使用口水 他见托尔一直没换衣服 便也给他买了一套 托尔十分感动 询问小林想有什么交换 龙血也不是不可以哦 小林婉拒了 他可不是恶魔 他让托尔上网查一下卫生观念 以后绝对不能再用唾液洗衣服了 托尔看不懂 只好打电话求助 法芬娜开口就是一句毁灭 小林挂断电话 找到薄血龙路克亚询问 对方说小林在意的不是干不干净 就像被咬过的神术 就算去除了诅咒 还是会有诅咒曾留下过的印象 路克亚询问托尔和人类的生活快不快乐 托尔回答他非常快乐 见外面要下雨了 托尔担心衣服干不了 翻上楼顶化身巨龙 朝天空吐息 直接冲散了四周的乌云 不少人都看到了这一幕 包括一名躲在人群中的小女孩 他认出了那是托尔的吐息 小林见众人为官突如其来的天晴 他默默摇头 回家得教教托尔尝试了 没想到一回去 就看见托尔疯狂戏她衬衫 托尔是不用睡觉的 不过为了和小林贴贴 他和小林还是睡在了一起 当晚托尔梦见了自己的过去 小林问他怎么了 托尔犹豫的说 他想起了在原本世界参加过的战斗 小林只问他有没有不舒服 却不追问托尔的过去 成为驯龙高手之后 托尔入住了小林家 因为不习惯要没气躁 差点把房子给炸了 魔法虽然能恢复房子 但是菜得重新买 小林第一次陪托尔出门买菜 比起百货商城那种 类似城堡一样的地方 托尔更喜欢像工会集市一样的商店逛街 奇怪的是店家居然都认识托尔 甚至主动跟他打招呼 还多送了一块鱼肉 小林有些吃惊 没想到托尔居然能平常的交流 托尔却告诉他 人类就是这样 只要你缓和态度 对方也会对你是好 一圈逛下来 小林震惊的发现 一条龙的射雕能力居然都比他好 虽然托尔嘴上称呼人类 为卑劣的下等生物 不过看着架势 他并不是真的讨厌人类 小林这才发现 自己并不算了解托尔 但想起他第一次遇见托尔 对方背上插着剑的事情 小林本能地觉得 这个问题不适合问 于是他准备买点甜点 犒劳托尔 托尔推荐一款闪电甜点 这让小林想起他的名字 下意识问托尔和雷神是什么关系 托尔摇头 他父母说过 他的名字是小林世界的一个作者取的 小林还没问出 他的父母是什么情况 就听见商店街有人抢劫 托尔问小林要不要帮忙 小林点头 嘱咐他不要暴露龙的身份 但托尔高估了 这个世界的无力之水平 他一脚踩碎岩石 瞬间出现在抢劫者身后 翻身轻松将他踩在地上 一时间 商店街的人都看向托尔 小林感觉气氛不对劲 立刻追了上去 没想到众人居然是围着托尔欢呼 小林这才松了一口气 在欢呼声响起前 精密的氛围确实让托尔感到了害怕 于是小林握紧了托尔的手 两人就这么走着回家 托尔心中激动 短时间内这手不洗了 两人后方的小女孩将这一切尽收眼底 不久后 小林宅在家中 一位小客人突然到访 小林一眼就看出 这是托尔的朋友 毕竟龙脚和尾巴太显眼了 还没等他问名字 小女孩就让小林和托尔分手 他说小林用身体迷糊了托尔 是戴眼镜的大变态 并使出猛拳锤打 让小林把托尔还给他 狗回直的托尔就发现了 有龙抱住了小林 托尔暴怒 你在外面有别的龙了 走近一看才发现 是自己认识的龙 这孩子叫康纳 他那天看见托尔驱散乌云 便找上门了 小林这才知道 托尔在另一个世界处于失踪状态 而康纳想让托尔和他一起回去 托尔却说 自己喜欢小林不愿意回去 康纳就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 他在商店街就看见 小林和托尔轻轻我我了 为了让托尔回家 康纳打算除掉小林 他使出了威力巨大的蒙拳 托尔吃惊 康纳怎么变得如此无力 小林发现了滑点 他问康纳是不是没法回去了 康纳不承认自己无处可去 在忠用下才知道 这孩子是因为恶作剧 被家里的龙放着出来反省的 小林也不能放着这么小的孩子 在外面乱跑 于是问康纳愿不愿意和他们一起住 托尔当场就吃味了 他当时都没那个待遇呢 康纳不相信人类 小林却告诉他 信任是需要成为朋友 或者恋人之后建立起来的 他不会强求康纳相信他 既然无处可去了 不如就先住下来 康纳这才答应了下来 于是驯龙高手小林正式上线 成为驯龙高手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小林是个社畜 他往家里捡了两条龙 康纳前补充了一些能量 他觉得待在家有些无聊 比起游戏机和玩具 这个年纪的小龙 就是想出去活动活动 这么一说 托尔也有段时间没运动了 于是俩龙都邀请小林一起出门 小林来不及拒绝 就被巨龙伸出尾巴卷走了 托尔找了一大片草原落下 小林不想运动 手机也没信号 他往草地上一躺 让俩人随便玩玩 谁知刚闭眼 就听见汗天动地的一声巨响 小林吓得立刻指令起来 怎么了 他误入核实验现场了 仔细一看 原来是两条龙的对战 小林赶紧上前阻止 不要再打了 不要再打了 没想到俩人居然只是闹着玩 小林还纳闷呢 康纳不是失去力量了吗 没想到康纳却说 自己的能源可以靠电流回满 小林 电费 可怜的小林还没有意识到 未来长长的电费单 此刻他只是告诫两人 玩闹得用人类的水平 没想到俩龙都说 这就是人类的水平啊 小林沉默了 他参在草地上 意识到了 对于眼前这两头龙来说 毁灭这个世界 就像是猎手撕碎猎物 那么简单一样 不过俩龙并没有这个打算 最后三人摊平 玩了个街龙就回家了 第二天小林又要上班 托尔准备传授康纳一些人类常识 比如在街上 要等红绿灯产的过马路 不然容易把车撞伤 康纳好奇地问托尔 名为驾照的魔法道具 康纳问托尔 小林有没有驾照呢 托尔点头 虽然他有驾照 但是没车 好像要使用车这个魔法 还要承担车减和贷款的封印 俩龙感慨 果然在哪个世界内 力量都是需要代价的呀 救命不要再说了 好悲伤啊 小林将受留康纳的事情 告诉了龙骨 另一边 康纳见路人打电话 嘴里不断重复 不得了了 他问托尔这是什么魔法 托尔表示 这是人类的社交魔法 不管聊什么 只要说这句话 就能永远聊下去 之后康纳又问了翘翘板 托尔觉得那可能是 头时练习器 紧接着他带着康纳 吃了可力饼和冰淇淋 康纳问托尔 为什么来这个世界 他还以为托尔死了 事实上 托尔当时确实命选一线 是小林救了他 为了报恩 托尔成了小林的女仆 现在只有一小部分龙 知道他还活着 托尔觉得现在的他 过得很幸福 康纳想去小林的公司看看 托尔便化身成龙 他给康纳加上了认知障碍 让人们看不见他们 于是两头巨龙 朝着小林的公司飞去 小林加班到一半 一抬头就见云层探出两颗龙脑袋 吓得小林肩膀一缩 两条龙很快就回去了 最后三人去公园玩 关于翘翘板式投尸器这件事 小林应该两人科普了一下 没想到康纳和托尔玩的非常起劲 因为家里多了一个人 房间就狭窄了许多 开门取物就变得非常不方便了 小林果断选择换一个三十一厅的房子 中介带着三人找了一圈 好几个地方在小林看来都是一样的 直到最后一间房子 楼顶是开阔的公用空间 饲养龙最重要的是什么 当然是足够宽广的空间 见托尔和康纳十分喜欢这种宽敞的地方 小林当即签了合同 返回小公寓做搬家准备 首先是打扫卫生 托尔是很喜欢打扫卫生的 就是打扫时唱的《毁灭世界之歌》 属实让人胆寒 别看托尔是一条龙 牙刷并没有 不过托尔也会用爪子清理牙齿 身形庞大也是有坏处的 譬如找住所就有些困难 洞窟 废墟 城堡 有时候还得飞在天上睡觉 而且一旦待得太久 就会被人类俑者当成精英boss挑战 动不动就容易弄脏身体 洗澡也很不方便 实在没辙就只能护舔身体了 小林大惊 这种话是可以说的吗 不过其他龙就不在意这些 然而比起托尔的爱卫生 小林具有独居人都有的坏毛病 酒瓶乱扔 衣服不洗到处来丢 书也乱摆 只让托尔输了他一顿 托尔让小林一定要改好 毕竟家里还有康纳这孩子 要是学坏了就不好了 小林感觉自己像是被妻子说着的丈夫 他立刻开口 说自己这么做其实是故意的 因为托尔在收拾这些东西时 看起来很高兴的样子 以后这个家就败夺托尔了 托尔被他哄得心花怒放 嗯 广大男性同胞千万别这么学 不然你老婆没揍你 你妈先打你一顿了 可恶 这卑鄙的小林 接下来打包房子的东西 康纳意外找到了小林小时候的照片 托尔一脸兴奋的看了半天 之后托尔还在小房间里找到了女仆装 穿上之后意外的挺合适 就是胸口出勒得慌 小林膝盖突然中了一枪 一家人成功搬到了新地方 三十一厅被小林安排明白了 一间是小林的房间 一间是工作房 托尔和康纳则住在大房间内 两人十分高兴的铺上了窗破 当晚小林洗澡 托尔凑过去给他擦背 托尔第二天洗了个澡 看着新房间精神振奋的开始做饭 为了偿还 昨晚托尔帮忙搓背 小林一大早就在天台替托尔清洗本体 虽然没买车 不过早早体验了洗车的感觉呢 小林 小林的一天过得十分紧凑 同情上班 下班 最后几只地铁回家 一抬头才发现 居然是搬家前的房子 新生活刚刚开始 休息日的小林宿醉 大清早就被尖锐的声音吵醒 左右上方都有杂音 小林还以为是托尔他们在外面弄出来的动静 出门一看 两条龙都受不了这杂音了 见小林神色痛苦 托尔决定去找各位邻居 让他们小声一点 首先是右边的邻居 开门的是一位发型有些危险的老太太 托尔说这边动静有点大 问她在干嘛 老太太却说 自己在做饭 关上门就是叮叮当当一阵巨响 然后将自己制作的菜品送给了托尔 这位太太也不知道是用什么工具做的饭 托尔嘱咐她别太大声了 歌曲唱下来 让托尔想起了被哈迪斯踩扁的赫拉克勒斯 歌手居然还很满意这个评价 托尔只能让他唱歌注意一下音量 这位楼顶是一位手艺人 用到的是电钻 托尔也劝她小点声 千万不要惹怒巨龙 托尔购物回来 发现三名邻居正在门口争吵 一问之下才知道 三人居然都嫌对方吵闹 不过在得知太太是在做饭时发出的动静后 歌手和手艺人都陷入了沉默 不过真正被吵到的人 分明是小林一家才对 三人积极道歉 没有悔改 托尔琢磨 干脆将他们都杀了算了 没想到小林开门出来 提议三人列一个时间表 将对方需要清闲的时间空出来 三人顿时露出还可以这样的表情 显然是没想到还有这一招 小林表示 实在不行就用耳塞度过 不愧是程序员 解决问题的手段如此符合逻辑 托尔有些担忧小林的情况 小林倒是无所谓 她只要不是宿醉 一般情况都能扛住 况且人是群居动物 只要活着 总会给别人造成一定的麻烦 大家都是邻居 小林也不太喜欢过谈尽的环境 见他要午睡 托尔靠口去问小林 自己有没有给他添麻烦 麻烦是肯定有的 但小林觉得这样的生活也挺不错 托尔有被感动到 于是一睡觉就开始磨牙 小林当场就给支愣起来了 康纳找不着舒服的睡觉姿势 最后他抱着枕头找到了托尔 成功享受到了吸枕的快乐 小林公司要举办赏花大会 他不太想去 干脆在龙骨的提示下 找了个借口拒绝 他谎称又在家举办派对 于是邀请了同样不想参加的龙骨 托尔对龙骨有些醋在身上的 得知可以叫朋友 于是托尔也打算 叫上自己的多拉公朋友 龙骨准时到小林家 两人还没进客厅呢 就听见门铃响起 托尔一开门 巨大的龙脸出现 小林和龙骨顿时直接吓出原话 托尔关上门 让法复纳变成自己的照片再进来 于是门外出现一名黑长发的知识 张口就是我要毁灭世界 小林龙骨浑身一个机灵 作为社畜 小林立刻掏出名片 开始社交礼仪 龙骨告诉康纳 这是一种遇见陌生人 都能打招呼的魔法语言 法复纳毕竟是自古守护宝的诅咒之龙 对人类不算喜欢 压迫感十足 小林一听 从古至今的家里蹲 紧接着托尔第二个朋友 路科亚也到了 小林被对方凹凸油脂的身材 给震撼到了 再一看 低龄背心超短裤 这么走过来 龙骨玩的时候 法复纳就一直盯着屏幕看 最后整个人都贴到了屏幕上 显然对游戏非常感兴趣 龙骨实实物的让出了手柄 没想到法复纳一下就玩上瘾了 游戏内见谁打谁 路科亚倒是挺感谢小林照顾了托尔 小林却摇了摇头 虽然在托尔面前不说 但他一直都觉得是托尔帮了他不少忙 不过一说起喝酒这件事 路科亚立刻就变了个态度 毕竟之前这大妹子被酒坑过 把自己的妹妹给 酒过三巡 小林和龙骨喝多了 从女仆的争论变成了管家的争论 对于法复纳年轻管家的外貌产生了辩论 喝醉酒完全是两个人了呢 一头龙想上学士中怎样的体验 最近康纳总盯着楼下的学生看 托尔告诉小林 每一头龙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踏上毁灭人类的征途 小林觉得应该不是这样 他问康纳要不要去上学 果然小龙的眼睛都亮起来了 于是小林抽了一天时间 带着康纳和入学前准备的单子去了商店街 托尔吐槽学校里的这张单子 是不是和店家有勾结 毕竟网上都是这么说的 小林摇头 带着康纳去买文具 还是熟悉的文具店 只是康纳却不喜欢这种文具 托尔瞄懂 带着俩人到了鹦鹉店 火鸟身上的新鲜羽毛是再好不过的笔了 但这也不是康纳想要的文具 康纳想要可爱的 托尔想起最近商店街新开了一家文具店 进去之后 果然是可爱的笔带和本子 康纳对这些文具都十分好奇 比如圆珠笔和定书记 看起来就像是龙嘴一样 托尔得知用法后 便判定那是拷问工具 立刻脱衣服 让小林在他身上留下痕迹 周围的人纷纷投来滑稽的目光 至于独角兽系列的文具袋 托尔感慨 嗯 独角兽也是得偿所愿了呢 小林累了 小林真的不想瞄懂了 之后小林将文具买起 只剩下书包还没购入 要买书包就只能去百货商场 这地方老让托尔想起人类的城堡 三人进入大楼内部 康纳一眼就选中了大红色的书包 小林有些意外 康纳居然选了这么朴素的 没想到托尔却夸赞康纳胆子大 居然选了被心血足诅的书包 两人结账的时候 康纳看见旁边可爱的吊帐本想带走 没想到书包一刷居然三万八 小林下意识感慨好贵 康纳瞬间停住脚步 她将吊帐放了回去 这一幕被小林看在了眼里 之后三人去学校指定的店里 买了体操服和室内鞋 托尔不理解 这些东西为什么都要求一样 小林却告诉她是为了消除差异 不管是国外人还是谁 到了学校就都得一样 毕竟人类会恐惧不一样的存在 小林这话让托尔想起了 那天在升任机的事情 她觉得人类在排位这一点上真奇怪 小林很认同她的说法 这时康纳拽了拽她的衣角 小林回过神摸了摸康纳的脑袋 回家路上 小林问康纳期不期待上学 康纳兴奋的点点头 主动拉住小林的手 当晚就背上新书包 小林立刻表示夸赞 托尔觉得这是个好机会 立刻借来了书包 结果正面体验了小林的双标 最后康纳是背着书包睡着的 第二天 她化名小林·康纳进入了学校 小林嘱托尔盯着康纳 康纳一报道就被抽上去回答了问题 她轻松答出正确答案 并在体育课上拿下优异成绩 不少学生都围在了康纳身边 想和她做朋友 托尔感慨 人类虽然会排外 但也会羡慕和靠近拥有能力的人 此时班级内一位亮额头的女生 叫住了康纳 女孩叫财穿李子 一上来就对康纳发起了挑战 众人都知道李子十分难缠 纷纷劝导康纳 别和李子争论 没想到李子表示 一定要和康纳大战一场 康纳刷的一下眼泪就出来了 仅仅一句 我想和你做朋友 直接对李子打出暴击伤害 托尔知道康纳这是在假哭 他劝康纳 不必为了人类做出这么大的牺牲 康纳却说 他很喜欢和人类在一起的生活 托尔也在小林身上了解了 当年愿意和人类 同生共死的龙族的想法了 当晚餐桌上 为了庆祝康纳顺利入学 小林送了她一个礼物 正是康纳之前看中的吊坠 天哪你就宠她吧 康纳在自己的文具上贴上名字 托尔好奇地问这是什么 康纳告诉托尔 贴纸可以贴在自己的所有物上面 康纳附近的公园展开 事情还得从法复纳和路克亚 来探望托尔说起 当时康纳正好带着新朋友李子 来家中做客 结果小林发现 李子哭得梨花带雨 一问情况 康纳说是一场决动 法复纳和托尔立刻就支愣起来了 那么具体原因是什么呢 当天下午 康纳和李子在回家路上 作为新近好友 李子被康纳一句喜欢哄得心花怒放 当即就要带她去附近的公园玩耍 李子还没来得及 显摆自己推荐的小公园 这时一颗躲避球 飞快地朝她砸过来 好在康纳眼睛手快才没有受伤 面对找上门的少年们 李子说这边会有很多小孩来玩 躲避球在这里对孩子太危险了 黑发的少年倒是立刻道歉了 但寸头男却不想废话 这态度惹恼了李子 作为嘲讽能力make的小孩 李子立刻表示 又用躲避球决斗 如果他们输了 就放弃的这块地打躲避球 没想到换来的却是对面的嘲笑 李子瞬间化身嘲讽大师 三句话将男生小团体得知的透透的 对方表示比就比 等人走后李子才开始害怕 于是就有了这一出 托儿表示一定要打 规则他们还是知道的 结果不言而喻 几条龙将对面的少年 以碾压的姿态赢下来了 对方大败而逃 托儿看着手上的躲避球 突然来了和法复纳等人大战的兴趣 于是公园瞬间变成战场 小林带着瑟瑟发抖的李子站在一旁 最后几条龙泪趴在地 陆克亚让两人别担心 他会用魔法复原公园 并且清理目击者的记忆 这一点来说 龙还是很方便的呢 之后托儿他们会定期玩一次躲避球 只不过是以小林的实力为基准 几天后 班上的同学跟康纳分享东西 总会换来康纳一句不得了 当老师来上课的时候 就发现一整个班上 不断的重复一句话 不得了不得了 这天一早 托儿做好早饭 将小林和康纳送出家门 他满意点头 自己对女仆的工作 真是越来越顺手了 结果一鸟头 就看见乌鸦咬碎了晒好的衣服 气得托儿吐息 轰碎了整个窗口 趁着小林去公司 托儿将窗台复原 他开始认真研究师婆 看到网上的偶像剧 卉优德带入自己和小林 因为一时兴奋 又干碎一张桌子 另一边 小林被同事说最近活泼了不少 龙鼓因为忙不过来 拜托小林帮个忙 没想到托儿在家待不住 悄悄开了隐身来办公室 他想观察一下 小林上班是怎样的情况 傻逼老板找茬该怎么办 小林接到电话 同事山下那边 有一个重要的任务 暂时需要他接手 龙鼓只能自求多福 托儿跟在小林身边 对龙鼓投去恶恨恨的眼神 龙鼓没抢求小林帮忙 只是约了下次一起去喝酒 托儿观察了一圈 发现这个公司的人 都是人和人互相帮助 这种文明 龙族一下就能毁灭 所以他才自诩高等种族 偏偏这时候 一个秃逃猥琐难找的小林 让他做任务 托儿听旁边的职员吐槽 原来这男人是所长 他将自己的任务 推给了小林 托儿大怒 见那家伙贬低小林 他虽然不杀人 但伸脚办他还是行的 所长丢了面子赶紧离开 托儿一扭头 却发现小林 朝着自己这个方向再看 他吓得一颤 才想起来自己用了隐身魔法 于是继续暗中观察小林的工作 由于说一 小林在工作上干脆利落 是不少同事信赖的目标 还没等托儿骄傲呢 所长又一次找到了小林 要求小林将他的任务先做完 他胆敢公然辱骂小林 所以遭到托儿的灵魂勾搅拌 摔得他头晕目线 步入鬼处区 小林看在眼里却没吭声 直到深夜下班后 托儿准备先小林一步回家 没想到小林却叫救了他 虽然看见突然出现的托儿 还是被吓了一跳 但小林直觉 托儿就在身边 得知对方更想了解自己 小林想到那位同事的话 无奈笑了笑 约着托儿一起回家 不久后 所长被开除了 原因是利用职权 骚扰下属 鲁英证据确凿 所有人都在讨论 是谁干的好事 小林默默喝水 深藏公益名 另一边 康纳和李子 在校内感情也发展顺利 托儿买赛回家的时候 撞见了在路边发呆的法夫纳 疑问之下才得知 这家伙居然准备 在这边的世界常驻 托儿担心他不习惯 法夫纳却说 托儿能住 自己也能 一生要长的邪龙 在入住人类世界的第一天 就被当作怪物拍摄上新闻了 为了不引发更大的乱则 托儿决定承担起 为好友找家的任务 首先 他替法夫纳伪造了一套 身份证银行卡 顺势给好友 起了个大山猛的名字 法夫纳劝托儿 别太融入人类世界 要是回到另一边去了 他就没法 对在那里的人下手了 托儿却摇摇头 说自己不会回去了 因为只有这里才有小林 法夫纳叹气 托儿带着他 去找中介问房子 谈到预算 法夫纳才一大气粗地掏出了金子 中介表示这里不是当铺 于是俩人被迫走出了中介 这时托儿想到了一个办法 找一个人类来帮助法夫纳不就好了 他带着法夫纳找到了龙骨 到底是老二次元 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托儿本来还担心 法夫纳会和龙骨难以相处 没想到法夫纳意外地欣赏龙骨的游戏水平 俩人就居然这么荣采的同居了 不久后 托儿看着电视上的超能力 见小林能轻松做到 结果到最后还是没能成功 小林劝他直接使用魔法 托儿却说自己不能输给人类 小林看着托儿并不是在意这个能力 魔法这种东西随时都能做到 只是他想去理解人类 但却用错了方向 小林立刻教会了托儿 并告诉他 只要理解了就很简单 而且不一定要每件事都做好 托儿一样还是很优秀 于是当晚托儿就给他整了个活 利用魔法在直播魔术的时候 突然出现了道具内 一条龙的上学生活 李子主动邀请康纳来家中做客 他家中有典型和游戏 而且也有女仆 对方得知康纳家的托儿后 便主动邀请康纳和托儿一起来玩 一听到魅斗 DNA就发作的小林也被邀请了 两边一见面 李子物将小林当成了康纳的妈妈 这时李子家的女仆走了下来 对方自称乔吉 穿的就是橘色波典长裙 托儿纳闷女仆装呢 没想到小林却说 一开始根本没有女仆装 只是女仆的定义发酵了 才诞生的衣服 显然对方也知道这一点 小林觉得自己找到了同道之人 当即抓住托儿 加入了女仆讨论战区 托儿他超喜欢强势派的小林 见三人进了房间 李子便邀请康纳和自己去玩 李子本就对康纳抱有好感 俩人一起做完了听录音的动作 结果因为空间比较小 俩人以奇怪的姿势紧紧贴在一块 感受到康纳软软乎乎的肉肉 李子直接猛晕过去了 医疗兵 医疗兵在哪里 另一边 乔吉和小林聊得热火朝天 打击领春茶 唯多利亚茶杯 就连成为女仆契机的故事 两人都看在同一本 托儿眼神放空 怎么会这样呢 明明是他先来的 再看看隔壁康纳 同为龙族 他对抱有好感的李子 直接重拳出击 什么做大腿打游戏 简直不在话下 他问李子 自己个班上的同学相处的如何 李子说挺好的 咋了 康纳却说 自己想要托儿和小林那样的关系 李子不太懂 却说自己很喜欢康纳 于是康纳直接将李子扑倒 没等他进行下一步 托儿被两名女不控逮住 跑进康纳的房间求助 托儿 打惹人家贴贴就是你的不对了 李子胸火了脸 不知道康纳想做什么 小林告诉托儿 乔吉其实是李子的姐姐 真名叫小苗 也是一位重组魅斗女夫爱好者 至于康纳想对李子做什么 导演这个事可以说的吗 不久后 鲁克亚来小林家家访 他最近也在这边的世界 人类家中定居了 想要请小林去家中做客 顺路解释一下误会 原来之前大家聚会的时候 鲁克亚在回家路上 察觉到附近有人召唤 吹号其心 他哆的一声穿过了法针 接受了契约 对方好像是魔法家族的墨益 而鲁克亚想解除的误会 是对方将他当成恶魔这件事 召唤者叫祥太 小林问了鲁克亚的真实身份 不问不知道 一问吓一跳 这家伙居然是一位神明 准确的说是前神明 因为被同行灌酒 犯事了 被夺取了神格 因为这个身份 鲁克亚对恶魔的称呼不太喜欢 这时祥太回家 鲁克亚通过魔法 看见他十分紧张 小林很理解 跟风情万种的大姐姐住在一起 确实紧张 鲁克亚说 自己为了缓解祥太的紧张 还和他一起睡觉 一起洗澡 不过效果甚微就是了 这时祥太推门进来 发现来了客人 小声低谷始末 不要随便行动 鲁克亚立马道歉 他说邀请来俩人 是为了说明真实身份 他告诉祥太自己是龙 不过祥太不太相信 于是托儿问祥太 所谓魔法家族的后裔 为什么会化召唤阵呢 祥太表示 自己想快点成为 独当一面的魔法师 小林明白了 原来召唤陆克亚 是为了证明自己 这样一来 就显得陆克亚有些可怜了 祥太一听还真实 赶紧给陆克亚道歉 陆克亚连连白手 他还挺喜欢这里的 可没打算被送回去 托儿告诉陆克亚 光待在家里可不行 总得做点什么 好歹是前世明 总不能白吃白喝吧 比如托儿是小林的女仆 祥太却说 祥太又不当农民 领导才能 现在拿着也不合适 至于庞大的魔力 祥太觉得 这需要自己努力 小郑他还意外的靠谱 陆克亚实在没办法 决定上内招 祥太顿时 张红了脸 八腿就跑 边跑还边说 陆克亚果然是魅魔 小林还发现了一个秘密 祥太他爸 好像是自己公司的专务 最近梅雨不断 小林做了天晴娃娃 挂在窗户上 他发现 最近龙骨忙完了 很早就回家了 小林干脆也回去了 他和托尔聊起了龙骨 自然就少不了 住在龙骨家中的法夫娜 托尔有段时间 没看见法夫娜了 康娜却说 他今天见到法夫娜 在公园蹦迪了 而此刻 龙骨家中 俩人正在排练 第二天的偶像应援活动 龙骨连连夸赞 法夫君做的真不错 不过法夫娜 却不太能接受 这种亲密的生活 龙骨从善如流的改口 叫阁下 今晚俩人吃的是咖喱 并且通过游戏对战 决定谁去洗碗 法夫娜到底不如龙骨 老老实实洗完了碗 现在的法夫娜 也算是个典型的游戏宅 龙骨叫他帮忙 做游戏师玩 他也能看出哪里有问题 一天在下21小时 等级提升到了280级 显然是一名合格的干地 但就是这样 诅咒之龙 还是不喜欢和网友交流 这时龙骨将买来的 护发素给了法夫娜 单身久了 看个帅哥的哦 咳咳 总之龙骨睡了 法夫娜还在干 龙骨醒了 法夫娜仍然没有停 小林和康娜上街 意外看着龙骨和法夫娜走在一起 托儿有些感慨 虽然两人同居 他这个媒婆鞠躬之伪 不过龙骨能和一头 诅咒之龙 居住在一个屋檐下 某种冲得上来说 确实是个狠人 法夫娜对人类 确实没什么好感 他知道 人类分可以相处和不能相处的 但相处起来 需要花费时间来了解对方 作为一只在守护财宝的巨龙 在他看去 人类都是敌人 这时买了周边出来的龙骨 一时口误又叫了法夫娜的名字 但这一次 法夫娜却没有拒绝 龙骨终于攻略成功了 夏天 七八涌装回定律 金阿尼是不会错过的 于是小林一家来到了大海边 来海边的可不止小林一家 还有湘泰和陆克亚 毕竟湘泰的父亲 是他公司的专务嘛 最近就拜托小林 照顾湘泰了 比起康纳和托尔的兴致勃勃 小林其实不太喜欢海边 又热又晒 还满地沙子 来海边纯粹是为了消磨时间 既然不能玩游戏了 托尔便准备给小林涂抹防晒霜 陆克亚健壮 已让翔台给他涂 这下好了 坐实了魅魔的称呼 一旁的康纳开始挑西瓜 直接将西瓜砸了个粉碎 血 西瓜汁就溅到小林脸上了 康纳和托尔决定 试图通过游泳比赛 就是胜负 结果动静闹得太大 海岸边的水都被掀起来了 小林只好把俩龙拐去吃饭 饱餐一顿后 小林突然看见了卖冰雹的大叔 感慨自己小时候也和家人来过这里 托尔愣住 想起了自己的家人 他耳边却全是消灭毁灭的话语 托尔想听一听小林家人的故事 却发现小林只是普通的被家人抚养长大 独自离开家乡打工赚钱 偶尔会给家里人打个电话报平安 托尔疑惑 如此普通家庭长大的的小林 为什么能接受身为巨龙的自己呢 还是说这个世界的所有人都能接受龙 想到自己听见人类都是灾祸的话语 托尔只觉得十分疲倦 小林看出了这一点 主动问托尔可以骑他们 于是小林用本体带着小林一群人直奔海面 小林一边钓鱼一边问托尔是不是想家了 托尔摇头 他其实是想将小林介绍给自己的父母 小林又不介意 但是托尔却说 他父母要是知道了小林的存在 恐怕会将小林杀掉 小林还以为这是那边的常识 托尔却说 常识并没有那么奇怪 只是他的父母却将这种行为当作常识 要是不杀 托尔的父母会觉得他有问题 小林每次和托尔聊到两个世界的观念时 总觉得托尔的担子好重好痛苦 所以他才觉得这相处的时间来之不易 他安慰托尔 有自己的思想了 长大了 就不必再想父母强加给你的观念了 人是这样 龙也不例外 几人回到家后 小林在商店街讨到一枚龙土稀的烟花 结果放出来 托尔一看就这 当即给小林表演了什么叫正宗的龙土稀烟花 不久后 夏日最大同人展开办 小林和托尔受到龙骨的委托 他摊位上的两位人员中暑了 需要小林和托尔帮忙 康纳没来 毕竟是同人展 老色批们懂的都懂 为了偿还之前 拜托他去照顾法夫娜的人情 托尔也参与了进来 没想到法夫娜 居然以摊主的身份参加了活动 活动一开始 托尔就将人群乌泱泱的冲了过来 托尔大惊 这群人究竟是为了什么在战斗 小林复得受买 他则站在队伍尾部举牌 这时有摄影找到托尔 问他是不是cosplay 见他尽职敬业的表示 自己是真正的女仆 不禁为托尔的职业水准感到佩服 并约好一会儿来找他拍照 炎热的夏天 简直都要把巨龙搞废了 好在关键时刻 龙骨带着冰水和托尔换班了 另一边 康纳在家做暑假作业 一口吞了树上的资料 趁着休息的时候 托尔和小林去见了法夫纳 可怜的摊子钱一个人都没有 托尔一看书本的内容 好家伙全是咒杀的手段 连施法的详细过程都写好了 这东西迈出去有点糟糕啊 之后托尔又发现 会场上有不少真的异世界的存在 他有些好奇的问 这些人为什么来这里 他们就说 这是难得可以用本体放松的机会 逼问托尔要不要也放出本体 三人得知托尔居然是龙之后 吓得拔腿就跑 不过他们的话打动了托尔 难得有一个释放自己原本的地方 他也想恢复一些龙形 小林认同了托尔的想法 于是恢复成龙女扑的托尔 很快引来了不少摄影师 最开始约照的摄影师也赶了过来 明明十分疲倦了 却还在努力摄影 托尔好奇的问摄影师 会场的人究竟是为了什么聚集在一起的 摄影师想了想 告诉他 是为了在会场瞬间的快乐 哪怕只有短短的片刻 人们都会因为喜欢聚集在一起 托尔想起了小林 这时身后的摄影师已经排成一长串了 夏日记的漫展就这么结束了 托尔最大的收获 就是发现了自己超喜欢小林这件事 龙果还想约两人下次继续 但这对不懂ACG的龙来说太痛苦了 小林 我的养龙超人 康纳递来学校的通知 说是过段时间要去远足 康纳想拜托小林帮忙做便当 小林答应下来 托尔却说自己做的更好吃 这话戳中了小林的尊严 两人对谁做的便当更好吃这件事起了争执 于是小林决定和托尔大战一场 两人叫来了路科亚和法夫纳做裁判 一共三道菜 决定谁胜谁负 托尔十分上心挑选菜品 小林看了一眼番茄 想了想没买 于是第一道菜端上来 托尔的蔬菜沙拉 直接碾压了小林的小番茄 然而法夫纳直接判定小林胜利 莫非他私自买通裁判 路科亚解释 是分量的问题 托尔的菜确实好吃 但分量实在太大 无视了便当方便这个主题 所以这局小林获胜 小林做的培根煎蛋 康纳直接选择了托尔 因为他就好这口 第三样食材 法夫纳要求不需要烹饪的水果 托尔和小林的平局 就靠至最后一下了 托尔准备立刻冲出家门挑选食材 路科亚问他 这样和小林吵架真的好吗 托尔犹豫了一下 还是决定继续 他心里知道 只有关系密切才会吵架 所以他一定要赢 小林在家中给康纳投胃 路科亚问小林如何看待托尔 小林却说 自己将托尔当朋友 朋友之间会有争吵 是很正常的 法夫纳面目猙獰 质问小林一个人类 将龙看作平等 小林面目改色地回答 对呀 亲密朋友吵一次架 不是很正常吗 接着托尔回到家中 两人掏出最后的食材 托尔的是一把粉色的 小扇子一样的东西 小林浅尝了一口 味道居然还不错 裁判席的三只龙 知道事情搞砸了 下一秒 粉色小扇子张大嘴 往往叫 对着小林的棉颊 勃勃勃就睡几口 这居然是异世界的食物 嬉笑之中 没人发现 托尔开的传送门内 居然又出现了一条龙 当晚 小林一家吃完饭 一名不速之客 跟流星似的砸进了家里 小林突了推眼镜 已经见怪不怪了 来人是个短发妹子 她叫艾鲁玛 上来就指责托尔不守规矩 擅自来到异世界 康纳解释 这两人关系属于水火不容 以前两人吵架的时候 曾回过三座岛屿 小林吃惊 这不是很压白吗 眼看大战一触即发 艾鲁玛的肚子 恨不给面子的咕咕叫了起来 小林感慨 不愧是异世界的龙 丝毫不在意 自己恶肚子的事情暴露 结果一抬头发现 艾鲁玛整条龙都仗红了脸 艾鲁玛被揭穿 凶巴巴的让小林不要再说了 这态度可惹到小林了 让别人遵其手法 结果自己出现 就拆家这项什么话 艾鲁玛顿觉愧疚 立刻道歉 小林问托尔 这龙看着也不像坏龙 他们是有什么矛盾啊 托尔解释 是所处势力不同 有主张和平的调和派 有渴望破坏的混沌派 当然吃瓜看热闹的中立派 也不是没有 显然艾鲁玛是调和派 托尔却是混沌派 小林见两人要打起来了 立刻让他们换地方 于是托尔打开传送门 艾鲁玛主动跳进去 让托尔快来 年轻的龙被对手上了一刻 托尔把门一关 艾鲁玛被困在了之前的草原上 直到第二天 艾鲁玛才找了回来 他几乎没吃东西 整条龙都扼爬在地 小林给了他一块奶油面包 艾鲁玛当场就幸福地搓起脸颊 吃饱后 艾鲁玛站起身 准备和托尔继续战斗 这时托尔突然说 艾鲁玛愿意离开 就把奶油面包全送给他 艾鲁玛岂是为了几块面包 放弃原则的龙 是的 他确实是 之后小林在上班的地方 突然发现主管 带着伪装成人类的艾鲁玛进来了 小林吃惊问他是怎么回事 艾鲁玛却说 自己是来调查 龙是否能在人类世界融洽相处 小林担忧他的工作 能不能顺利完成 艾鲁玛却拍着胸脯表示 人类都能完成 他也可以 结果一坐下 就对着桌上的电脑抓瞎 小林叹气 知道他如何使用电脑 这龙是怎么通过面试的 总之 艾鲁玛跟着小林学习了一天 觉得自己又行了 于是问小林 今天的报酬什么时候可以拿到 得知小林这边是月末发工资 艾鲁玛龙麻了 房租和生活费可咋整啊 小林诧异 他难道不能回异世界吗 艾鲁玛却没有能打开世界门的技能 虽然他和托尔的力量差不多 但能力却是不同的 小林只好买了个可乐饼 安慰这位新同事 这家伙彻底爱上了异世界的美食 小林回家后 本不打算把遇到艾鲁玛的事情说出来 谁知托尔这条龙长了个狗鼻子 一下就闻出了别的龙的味道 小林便把艾鲁玛的事情说了 第二天他下班的时候 艾鲁玛又学会了不少技能 显然是要朝着社畜的方向发展 小林鼓励他加油 一人一龙都没有发现 不远处正蹲着一个吃大醋的托尔 当小林准备在休息日大睡一觉的时候 托尔突然闯入房间 热情展示自己的能力 比如口吐龙西将房间扫得干干净净净 小林哪还睡得着觉 准备陪康纳去吃早饭 托尔立刻展示自己的厨艺 他切了尾巴做三明治 小林人都麻了 他很疑惑托尔为什么被安全感了 这时家中的门铃被暗响 小林去开门 没想到是艾鲁玛上门来送护身符 感谢这段时间 小林对他的照顾 气得托尔直接将艾鲁玛轰了出去 小林因为蹲得快 躲过一劫 护身符效果确实不错 这时托尔告诉小林 自己的嫉妒心很强 他也想要小林的摸头和表演 小林这人吧 不擅长交友和表达情绪 不过对于托尔 他还是很包容的 就是表现得不太明显了 最后他靠着摸头 安抚了这只混沌派的邪拢 几天后 康纳学校举办运动会 李子告诉康纳 运动会可以叫家长一起来 甚至能在家长面前 好好表现得得表扬 康纳一下就想到了小林 然而运气不好 小林那天正好要上班 不管康纳如何撒脚 小林也不能抛下工作 去参加运动会啊 凑合凑合 这把康纳直接打击进了房间 托尔跟小林解释 康纳的父母从小就希望 他能独立长大 为了引起父母的注意 他不断恶作剧 结果遭到了放逐 可现在不一样了 他将小林看作了母亲对待 被龙当作母亲对待 小林感觉自己的良心 受到了谴责 李子安慰康纳 没关系 就算家人不来 努力取得优胜 也能体验到运动会的快乐 康纳若有所思 另一边 小林和龙骨也聊到了运动会 龙骨还是第一次看见小林 为这种事情烦恼 他告诉小林 重要的不是去不去 而是他想不想去 一时间 小林心中思绪万千 当天下午 康纳回家让托尔给他开认知障碍 他找到了小林的公司 发现他在努力地工作 康纳最终也没说话 只是默默离开了公司 等小林晚上回家 康纳就告诉他 运动会不去也没关系 他会和同学好好努力 躲得优胜 硬硬硬 康纳小可爱好懂事 小林身上的罪恶感 一下就涌出来了 他告诉托尔 自己从明天开始会更晚下班 托尔一下就明白了 这是要加班补工作量 于是在康纳不断训练的时候 小林和龙骨也加班到了深夜 龙骨问小林是不是想去运动会了 小林摇头 他只是觉得自己应该要去 于是龙骨主动帮他做了一些工作 运动会前一天 小林才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康纳 虽然已经做好小林不会来的失望 不过康纳得知小林会来后 顿时高兴地扑进他怀里 很快运动会就开幕了 参赛的不仅有康纳和李子 鲁克亚家的祥太也在这所学校上学 这种没夜的寓解谁不喜欢呢 轮到康纳和李子的比赛是两人三足 结果李子因为和康纳贴贴太过幸福 导致这场比赛失败了 紧接着是祥他的借务跑 他看了一眼单子上的要求 当即将鲁克亚拽了过去 一看要求世界级的存在 裁判再看看鲁克亚 当即判定祥太胜利了 午休是大人和小孩一起用餐 康纳表示下午一定能逆转局势 果然下午的比赛是跳绳 比起其他几个跳到一半断开的节奏 康纳他们班奋起直追 直接冲上第一 祥他的骑马战有鲁克亚吸引视线 他瞬间将所有敌人击败 成功拿下第一 大姐姐的美好全世界都知道了 紧接着是拔河战 李子嗅到了康纳头发的香气 激动了一个后仰 拿下比赛优胜 最后的比赛是接力赛跑 李子和康纳是最后两棒 班上前两位参赛的学生 保持在稳定水准 李子告诉康纳 一定要拿到冠军 结束今天的比赛 他作为第三棒 绝对会将最大优势交给康纳 然而Flag早早立下的下场不言而喻 李子拿到接力棒狂奔出去 一技绝尘 脸超其他几名选手 却在半路手滑 丢出了接力棒 他顿时慌了 赶紧捡起接力棒继续狂奔 康纳看见李子的眼泪并没说话 而是在拿到接力棒的时候 说了句交给我吧 紧接着 康纳奋起直追 卡在冲关前拿下了冠军 李子本想上前庆祝 但是愧疚地不敢上前 这时康纳却舔了他的脸 这个味道是说谎的味道 他安慰李子 因为他缩短了距离 才拿下了冠军 李子当即感动地扑向了康纳 家长们纷纷起身鼓励 最后 康纳班级成功拿下第一 康纳对小林能来参加运动会 表示了感谢 他和家里龙关系不算亲密 小林确实给了他一个不错的童年回忆 和龙一起过圣诞节 是种怎样的体验 圣诞节前夕 托尔带着康纳上街买菜 商店街的热店老板 为了圣诞节的表演扭上了脚 见托尔这位商店街一只花来了 便拜托他来参加节目 托尔立刻答应了下来 小林也想帮忙 但工作太忙实在没辙 托尔却表示自己有一种好兄弟 该利用的时候就得利用上 于是法夫纳祥泰等人被抓了过来 艾鲁玛大惊 他听说这里典型管购 才从年末忙碌的工作抽空出来的 托尔却揭穿了真相 小林说了 工作确实忙碌 但艾鲁玛这个新人帮不上忙 反而还被排除在外了 既然要表演 那肯定是要选题材 大卫王 跑步比赛 真人4S 一个比一个离谱 这是李子提议 表演话剧 卖火柴的小女孩 在寒冷的冬季 透过火柴看见了过失的奶奶 最后在奶奶的怀抱中 女孩登上天堂 托尔佩服 奶奶居然把孙女勒死了 艾鲁玛赶忙反驳 不是那样的 托尔拍板决定 就演卖火柴的小女孩 由法夫纳担任导演 毕竟 他也不擅长演技 首先得选决策 托尔第一个试镜小女孩 法夫纳非常不满 让他被模拟人类无视的场景 托尔暴怒 吓得恶劣的人类 胆敢无视他 很好 托尔被提出演员表了 紧接着 艾鲁玛上场试镜 他模仿来公司的销售人员 当即就是一个丝滑的磕头求卖 卖不完火柴就没法回公司了 太现实了 艾鲁玛失去了资格 才穿离子 被法夫纳吓得掉头就走 要求诡异的法夫纳 被众人撸下了导演的名头 鲁克亚成功上位 内推祥太做女主 有一说一 祥太女装那是真地可爱 只是他倍感羞愤 生气了躲起来了 于是鲁克亚上位不到几分钟 就因为潜规则男演员下台了 最后 艾鲁玛担任了导演 小女孩的扮演者 由公认可爱的康纳担当 小林回家得到这个消息 问托尔安排的怎样 她拍拍胸脯表示 一切安排妥当非常OK 这反而让小林担忧起来了 之后 法夫纳打来电话和托尔商量 这年头 老套已经不吃香了 不如考虑换一换人设 比如 女孩是个魔女 托尔啪一下把电话挂了 之后几人在广场上排练剧本 康纳还好 其他人真是花样百出 罗人托尔拒绝买火柴 是为了早点回去照顾小林 奶奶穿得十分清凉 保护孙女 以及管女儿叫下等生物的父亲 埃鲁玛一个头两个大 主人商量着要不要改变剧本 将多个时下 新颖的情节加进去 这样手忙脚乱的情况下 舞台剧默默进行着 到了表演当天 小林和龙骨急匆匆赶到现场 刚好赶上开幕 就见舞台上亮起灯 李子负责读剧本 康纳扮演的小女孩 卖不出去火柴 没想到 遇上了卖斗笠的老人 台下的小林一愣 翔太说斗笠是他老伴做的 既然天气这么冷 不如烧了取暖吧 说着两人点燃老伴做的斗笠 这时烟雾中出现了 法夫纳饰演的魔王 还选中康纳成为魔女 康纳想都没想就接受了 斗笠翔太却表示 自己也要成为魔女 法夫纳一问原因 居然是为了生病的老伴 吃上好东西 所以才要成为魔女去敛财 小林和龙骨一口同声 不能用魔法治好老伴的病吗 法夫纳感慨祥太的贪婪 于是将两人变成魔法少女 但能使用魔力的法杖 只有一枚 他要让两人自相残杀 这时善良的女精灵陆克亚登场 就冲着他的存在 甭管他说啥 大家都觉得是对的 他和魔王奋力决战 最后同归于尽 康纳捡起魔杖 准备去除人间无垢 结果意外引来大火 两人匆匆赶往现场 没想到 再遇见了武士艾鲁玛 艾鲁玛武士和反派托尔大打出手 俩人都亮出了尾巴翅膀 以及魔力 小林大惊 可别把这群老人家下出病来了 没想到老人可比小林吵 以为这是CG表演 都被这真实的特效所吸引了 会场内十分热闹 直到表演结束 魔法小红帽剧组广受好评 小林和龙骨健壮 十分欣慰地鼓努鼓掌 托尔走上前邀功 小林摸了摸他的脑袋 龙骨提一 为这次顺利的表演做庆祝 几人在小林家举杯供饮 小林喝得鸣顶大醉 在醒来的时候 其他人都走了 康纳也回房间睡觉去了 于是小林叫上托尔出门兜风 嗯 酒后驾龙 算酒驾 还是算无证驾驶呢 托尔替小林准备了圣诞礼物 据说是能缓解他腰痛的好东西 小林打开一看 一团马赛克出现在眼前 他默默合上了盖子 这东西 他无福销售 不过小林也给托尔准备围巾做礼物 激动的托尔漫天乱窜 看到没有 酒驾的下场 至于康纳 因为太警惕 差点没能收到小林的礼物 圣诞过去 马上就到新年了 小林三人上街采购 见商店街正在做抽奖 托尔常年在这边购物 正好收到了一些抽卡券 他看中了温泉 却抽中了三等奖 贝卢 新年的安排 小林不打算回去 龙骨则要参加今年冬季漫展 今天是一年最后一天上班 小林回到家后 整个人缩在了贝卢内 托尔为了过年的仪式感 还准备了打年糕 和制作乌冬面的道具 为数不多的几天年假 小林决定彻底躺平 连厕所都不想去上了 另一边 龙骨也在家中补充年货咖喱 法夫纳很喜欢甜口的咖喱 新年第一天 三人在天台上打了年糕 忙完又纷纷潜入贝卢 这时 家里的门铃被暗响 三人谁都不想动 直到外界传来呼喊托尔的声音 托尔只好起身看门 原来是隔壁发型危险太太 对方送来了自己做的粒子真糕 托尔将打好的年糕 作为回礼送了出去 然而他刚装进贝卢 门铃又被暗响 出去一看 是隔壁的地狱歌手 对方送来了密干拜年 托尔再次回赠年糕 托尔总觉得 照这个趋势下去 还有第三人会出现 结果等了一下没人来 托尔钻进贝卢 门铃再次被暗响 果然是楼上的手工大叔 人家送来了自己做的生肖机 托尔熟练的拿出准备好的年糕 托尔和小林聊起时而生肖 他不理解为什么龙会排在第五位 小林安慰他 这只是个神话故事 同时也给托尔泡了一杯茶 感谢他今年照顾自己 还和邻居交流的辛苦 托尔高兴地喝了一口 这时他终于想起自己忘了什么了 于是托尔从柜子内 抽出一打新年贺卡给小林 另一边 艾鲁玛也在商店街的零食区杀疯了 当晚小林吃的是托尔手工制作的无冬面 这时康纳抱着和服 拜托小林帮忙换上 一问才知道 原来康纳要和李子一起去神社参拜 小林见托尔十分好奇 于是将自己的和服借给了他 好在和服是可以调胸口尺寸的 所以托尔也能穿下 李子很快就被康纳穿和服的可爱程度攻略了 然而来参拜的还有艾鲁玛和路克亚 路克亚这一身和服 多少是带点花街风在里头 穿透龙骨和法夫纳居然也来了 一行热热闹闹地去了祭典 李子问康纳要不要买个护身服 比如那种结缘像的 小林见康纳对护身服很感兴趣 于是给俩人买了学业金布 属实实早恋扼杀机器 就连法夫纳都被气氛带动买了破模式 小林在后方问龙骨慢战情况 龙骨点点头表示全部卖完了 不过法夫纳就不一样了 他出的阻折二还是没有人购买 这时艾鲁玛问小林那边的筹钱是啥 竟然上前筹钱玩 乔吉运气不错是个大吉 只是托尔就有点不妙了 上头写得大凶 还会见到不想见的人 怕过年的 小林只好告诉他 这时以后生活会越来越好的意思 毕竟再差也不会比大凶还差了 托尔立刻高兴起来 这时参半的人群突然激动起来 小林一看手机 11点59分 新年倒数前一分钟 在周围热闹氛围的感染下 托尔也加入其中 跟着倒数新年的降临 这时李子打了个喷嚏 康纳决定邀请李子来家里做客 正好家里有被炉 而且托尔也准备了很多年菜 小林便给翔太和李子的家长说了一声 晚上小孩们都睡了 几个大人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他们凑在被炉面前 吃着杂煮 喝着小酒 唯独小林碗中 夺出了托尔的尾巴肉 小林一行人大睡到天亮 只有法夫那还在干 这时小林被窗年外的光线照醒 她叫醒众人 一起上阳台看日出 新年的日出又格外的祝福 享受完悠闲的新年 小林尝试好几次 将蜜干皮丢进垃圾桶内 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这时康纳说自己要做新年作业 居然是掏出毛笔鞋子 就在康纳和托尔玩闹的时候 小林收到了母亲的电话 原来之前 她写的年卡寄到了家里 两人并没有沟通太多 很快小林回到了位置上 得知是小林母亲打来的电话 托尔神色有些落寞 眼看着最后一天假期即将度过 托尔问小林不回家过年吗 小林摇摇头 她和家里关系不差 但她已经把现在的生活 当作真正的家了 反倒是托尔 不回家可以吗 托尔想起家人 摇了摇头 小林在哪里 那就是她生活的地方 这一次 小林的橘子皮成功近况 春节结束 小林准备上班 托尔趁直地问小林想吃什么 小林选了托尔洗的蛋包饭 托尔立刻答应 将家中事物打扫干净以后 想到小林说的 期待吃到好吃的蛋包饭 托尔拿出食足的干劲 然而做出来的食物 好吃是好吃 并没有达到托尔想要的 一口惊艳的效果 就在托尔犹豫的时候 鲁克亚正好上门拜访 两人吃完点心 托尔问鲁克亚 有没有将蛋包饭 做的更好吃的办法 鲁克亚建议 将食材品质提高一些 然而最高级的鸡肉 超预算了 托尔又想做出 最好吃的蛋包饭 于是他返回异世界 找来了食材 康纳回家就看见 一桌子的食材 一问才知道 什么英灵店的鸡蛋 精灵之香 悄悄取来的泉水 强大牛膜的肉 都被他打包了回来 米和蔬菜 托尔还是决定用这个世界的 毕竟 这里还有一种 叫基因改良的魔法 呼 元老 另一边 小林下班坐上地铁 想起托尔到家 第一次做饭 就是荷包蛋 想想工作一天后 能吃上一顿 热乎乎的饭菜多美好 沉浸在幸福中的小林 缓缓坠入梦境 忙碌的办公室 凡人的前老板 吵得他不得安宁 小林只能下班后 借酒交仇 结果家就害人做过战 一路嘻嘻哈哈 无视了有熊出没的提示 钻进了山林 虽然没有罪打野胸 不过 却遇上了一世间来的龙 作为老二次元 小林立刻抱了上去 巨龙嫌弃地把他拱开 弱小的人类 也胆敢靠近自己 见他背上插着剑 说话还端着架子 小林蹭蹭爬上巨龙的后背 龙还想阻止小林 人类触碰神明的剑 精神会被损坏的 没想到小林 骂骂咧咧的拔剑 真的有神 就给我延迟死线啊 看得出来是很奢处了 程序员只相信 自己手里的代码 唯物主义战士搞一把剑 还不是简简单单 紧接着 小林拽着托尔就是一顿好饮 两人吼得烂嘴如泥 疯狂吐槽工作 和给龙扣黑锅的村民 托尔说自己出来乍到 在这个世界根本没有熟人 于是小林邀请托尔来自己家 托尔立刻点头答应了 激动的小林 开始怂恿托尔来当女仆 最后一顿酒 白捡了一只龙女仆 小林从梦中醒来 刚好到站 回家后 吃了一顿怪异的蛋包饭 虽然味道很好 但忙着吐槽 所以 他又忘记夸奖托尔了 另一边 临着雨匆匆回家的龙骨 发现圣人物近的法夫娜 居然给他准备了毛巾 还顺手将羊台的衣物收拾了 嗯 新的人妻已经出 这天 小林好奇地问托尔 之前见过别的人类吗 别说 托尔还真见过 这事儿 得从他在异时解说起 当时他刚找了一个地方落脚 墙后面就钻出一个红发少女 对方见到龙不但没走 还搭着胆子 也留在这里躲避盗贼团 面对托尔的威胁也是微微一笑 说自己从未听过如此温和的威胁 结果托尔抬脚就踩 此人不躲不闪 托尔果然 没能将人真的踩死 让少女在剿风中求生了 这少女是个子来熟 总是缠着托尔问问题 在他看来 龙有翅膀 有强大的能力 他想知道自由是什么感觉 这问题托尔也想知道 他身在混沌阵营 混沌的活着和神圣阵营战斗 自由是什么 他根本就不知道 或许战争结束后会有自由 可战争真的会结束吗 托尔对自由产生了疑惑 他问少女 要是他获得了自由想做什么 没想到少女直接说 自己想当女仆 穿上可爱的裙子做事 说不定还能和主人坠入爱河 虽然还是成为别人的仆人 但这是少女自己的选择 以前他只有奴隶和盗贼两个选项 他拥有了自由后选择的职业 仍然是他喜欢且期待的 托尔愣住了 这样一说 他似乎从来没有做过选择 不久后 少女离开了 他还怂恿托尔再次挤一程 托尔当然是拒绝的 果然 波躁的人类离开了 但托尔却罕见的感觉到了孤单 这估计也是托尔少数几个 还想再见一面的人类了 显然那位少女在异世界 如愿以偿 当上了自己想做的女仆 另一边 爱鲁玛也逐渐习惯了这个世界 没人发现 藏在上空的传送阵 就悄悄打开了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 一条龙在城市上空 张开翅膀飞翔 康纳被李子约出去玩了 小林今天休假 决定在家好好休息 康纳正和李子在公园赏花 托尔给小林泡了一杯咖啡 问他晚上想吃点吗 小林想了想 还是吃蛋包饭吧 希望托尔今天能做的正常一些 于是托尔兴致勃勃的出门买菜了 结果一出门 就看见电视上 在说仓鼠的寿命好短 这话 无疑戳到了托尔的软肋 他不悦的转身要走 没想到 他的内心钻出来质问自己 还要这样粉饰太平的过多久 身为龙 他早晚会离开小林 回到另一个世界 比如 一世纪战斗变得更加严苛 或许 他渴望战斗呢 或许 小林死了呢 托尔当机震怒 瞬间周围的建筑全部泯灭 小林的寿命 就是托尔的逆临 因为小林 是他的容身之处 这是一股熟悉的力量 从托尔身后涌出 巴夫纳等人立刻察觉到了 托尔僵硬地回头 哦 家长找上门了 托尔被他爹强行带回家了 康纳急忙追了过来 却没能赶上 他只能回家告诉小林 托尔被他的父亲 钟墨帝带走了 托尔无法反抗钟墨帝 恐怕再也不会回来了 小林愣了愣 推了推眼镜 他下意识地挠头 显然是有些慌了 可眼下实力摆在眼前 他根本就没办法帮助托尔 生活还得继续 小林早起后匆忙叫醒康纳 然而处理生活事务 却是手忙脚乱 最后弄得一身脏兮兮的 上班也有一些精神不振 龙骨疑问原因 得知托尔回到异世界后 他并没有多说什么 小林带着晚饭回家 简直就是忙碌的单亲母亲 带孩子现状 虽然有些麻烦 但他十分认真地照顾了康纳 康纳也是个乖巧懂事的孩子 很快就学会了自己煮饭 不过小林的生活还是一团糟 康纳今晚住在离子家 嘴上不说 康纳还是很想念托尔的 小林累得连下班去小酌的时间都没有 当晚回家只能吃了便当 趴在被炉旁 看着家里乱七八糟摆放的衣服 小林想了想有些遗憾 早知道会这样 当时就该多夸夸托尔的 日常的生活就是这样的 等到失去了才能感受到重要 小林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再醒来就听见了托尔的声音 他慌张地跑去开门 门口就是托尔的龙形 两人一见面 浅言万语化作一句 我回来了和欢迎回来 小林的欢迎还没说出口呢 钟墨蒂居然又追到了家门口 班主任查网吧也没这么勤快吧 康纳察觉到起夕 立刻朝家里赶去 钟墨蒂上来就让托尔跟着自己回去 然而托尔却说 小林才是他的归宿 见托尔犹豫 钟墨蒂搬出了两边的规矩 并说自己不希望托尔受到伤害 托尔不愿意 小林在想自己要不要开口 可是插入父女俩的对话 又显得自己很惯 不过为了托尔 小林还是站了出来 结果他话还没说出口 就被钟墨蒂施了下马威 托尔一回头就见小林没事 只是面上有擦伤 眼镜腿被打掉了 虽然他吓得浑身发抖 但想起托尔的笑容 小林还是鼓足了勇气 大声呵斥钟墨蒂 人托尔都说了不想回去了 仗着龙不能干涉这个世界的规矩 小林一把拽住托尔 就开始跟钟墨蒂叫板 钟墨蒂警告他自己 可以给他点苦头吃 小林仍然表示 他无法改变自己的意识 钟墨蒂告诉托尔 龙族要守护这个世界 要是他们都在这个世界待着 早晚以来更多有心人侵略这里 这话不止托尔听见了 法夫纳等龙都听到了 他质问托尔明白这个可能吗 小林反驳 钟墨蒂是将可能发生的事情 强词多理变成一种责任 压在托尔身上 那些东西和他有什么关系 钟墨蒂不解 小林为什么执着于托尔 难道身为人类的他喜欢托尔不称 小林反问 为什么不可以 托尔明明是个好孩子 托尔笑脸一红 没想到钟墨蒂也承认了小林的话 小林告诉钟墨蒂 托尔可是他的女仆 他不准钟墨蒂带坐属于自己的女仆 简单点 下次直接叫老婆OK 成立人说话真是含蓄 这话果然惹恼了钟墨蒂 眼看着他要对小林动手 托尔第一次反抗了父亲 钟墨蒂决定找个空旷的地方 和女儿大战一场 他问托尔 小林对于他来说究竟是什么 托尔说自己很尊敬钟墨蒂 但小林就是他的光 父女俩一言不合 就变成龙行开始打架 钟墨蒂就像是拆散女儿 和穷小子在一起的老父亲 两头龙打的那叫一个昏天黑地 差点震随周围的土地 眼看一场大战即将开始 小林骑着康纳 匆忙赶到现场 俩龙让他避让对战 小林挠头 吐槽他们太极端了 简直无法理解 钟墨蒂说人类和他们之间 本来就无法理解 小林摇头并不是这个意思 在他看来 了解差异是必要的 不管对方是什么人 都要在互相沟通之中 了解对方的差异和喜好 才能渐渐产生尊敬和喜欢 这也是信赖和羁绊 最重要的构成条件 钟墨蒂质问小林 真的想和托尔共存 小林当即反驳 不是想 是他们已经共存过了 为什么钟墨蒂 不能多相信自己女儿一些呢 钟墨蒂愣在原地 不安想才吐出一句 自己才会认同人类呢 身体却老老实实地离开了这里 托尔感动地扑进小林怀中 朝阳升起 康纳竟觉得自己 有点像闪亮的灯泡 最后一家人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等到再一次放假 小林决定带上两人 回老家一趟